大雪漫天纷飞 汽车挡风玻璃和车顶上 都盖着一层厚厚白雪 这般罕见的景象 让当地民众相当惊奇 独城拉斯维加斯 是位在沙漠和半沙漠地带 包围的山谷地区 平常很少下雨 年均雨量只有100毫米 现在竟然下大雪 这是当地2008年12月以来 睽違10年的第一场雪 部分地区积雪达到5公分 15号高速公路 还一度因此双向封闭好几个小时 加州南部同样下起大雪 38号公路靠近大雄湖路段 有600辆汽车因为雪太大 受困长达4个小时 当地政府呼吁民众 用飞四轮船动的车辆 务必加挂雪链再上路 大海新闻黄敬廷编译